Hello 大家好,來到九合港超聯 故意拍一段影片,說一說東海龍斯在阿歇的跨區四強的表現 這段影片會比較簡單總結整場球我看到的東西,個別球員的表現 長球的發展就不打算在這裏詳細講 因為電視有直播,youtube也有直播 這段影片都是以簡單評論為主,畢竟已經輸了 要探討的問題是有的,不過也不算是有很多要檢討的事情 好了,講一段影片之前,先歡迎大家 訂閱我的頻道,按個小鈴鐺,like這段影片,share出去 給朋友觀看,留言說一下你對這場球的感受 國別球員的表現,你覺得是怎樣呢?都可以講一下 先講這場球的東方龍斯,就落敗 0比1,在比賽的尾段輸了一個高空球 然後對方投錘頂入 整體來說,我想講一下我在這場比賽裡面 看到東方龍斯有什麼問題 都總結了幾樣東西的 其實整場球我相信大家都不很意外 東方龍斯要在這裏止步 因為賽前其實大多數人都不會太看好 東方龍斯今次在阿協貝這場球的前途 覺得他們的人腳比較單薄一點 整個深度是不夠的 也都覺得他們要換人調動 或者是要有些人出來carry的情況 其實都沒有這些人選 所以大家都其實那個期望都不是很高 事實上其實 其實對手索迪亞拿 踢出來的水準 其實都比我們想像中一半 其實都不是想像中那麼強 對方 而東方龍斯在比賽裡面的防守的表現 都比我們想像中好的 馬高斯踏住高蘇巴耶夫其實 在整場比賽大部分時間的表現都是不錯的 除了失球那一下 所以整體來說是否很差 都不是 但為什麼我說不會太意外 就是因為 其實很明顯看到 東方龍斯其實 他們沒有什麼入球的條件 這場是令到我認為 一看上半場就知道 東方龍斯幾乎是 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把球 製造威脅 然後令到對方是 踢得比較辛苦 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要總結一件事就是 他們 東方的攻守轉換的節奏 其實是 經常都 很不順暢的 他們在後場拿過球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打算大腳去前方 而沒有去選擇去做一些 整體的推進 這個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原因是在於他們的中場 向前的能力是很乏力的 因為中場今天是排誰呢 排胡俊銘搭著梁振邦 其實這兩個球員 都是較為 平障型 難截型 用效率取勝防守為主的球員 你要他 衝去前場去進攻的話 其實是有少少強人所難的 所以 東方中場欠了一個 能夠轉手為攻 把球 從中路帶出去做反擊的一個人 那 沒有了這個人之下 當東方後場拿過球之後 一受壓迫 他們就唯有大腳向前 那他們在這場球裡面 基本上由開球 去到下半場 完場 其實一直都是面對著這個情況 一直都沒有怎樣改變過 整體那個攻防的節奏 所以就一直都看到 是有這個問題存在 我想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中場 前一格 前鋒後一格 那個位置 那個攻擊中場的位置 沒有一個人在這裏 可以幫他連接到 或者把球拉上去 所以很多時候大家會看到 後場塞一些地球 給巴道姆 巴道姆要 跑回頭 背身拿 是拿得很辛苦 而且成功率都比較低 因為 他要 用很多力 跑回頭 對方其實都已經順勢去追上他 然後他要再停下 再停下 再停下 然後再轉身 塞一些直線 給兩隻翼鋒 其實是 對巴道姆來說 他都踢得很辛苦 那見到巴道姆 都有盡力去做 但是 內核的效果真的不好 所以我想 真的 人腳未夠 很 原備 令到東方這場的失利 就擺在眼前 在勝場球中 雖然 是輸球 但是我看到有些球員 有成長 而且令到我 刮目相看 我要講的球員 就是 11號的 王浩俊 Anson 大家之前在李文看Anson的比賽 其實都是 可能在精英杯 聯賽 通常都不會有什麼正選 但是 在東方的Anson 見到他多了 這些比賽的時間出來 我見到他越踢越鋪 真的 開始慢慢可以 在前場 利用他的速度 以及技術 製造到一些空間出來 在 阿協這場球裡面 我見到 Anson 其實在上半場初段 曾經 他都有試過 去中路做一個 由後場連接去前場的角色 甚至乎 有利用到他一些腳下的功夫 扭一扭對手創造空間 都試過 但是 因為他礙於 這場比賽的定位 都是做逆風 所以其實他 不是很多時間 在中路這樣做 但是他是有這樣做過 亦都足以顯示了 東方 他的中場 其實是沒有這些人選 連逆風都在中間幫幫忙 其實他們都 球員都察覺得到 那 我見到 Anson 在這場球裡面 都成長得幾多 用球成熟了 以及很勇敢去 挑戰對方 去做一些爆破 推進的工作 我覺得這些是 很正面的一些畫面 給我見到 因為過往的比賽裡面 我很少見到 Anson 有這麼多機會 可以這樣表現自己 那我希望 他跟著我來 可以在東方裡面 拿到一個 長期的正選 然後就在不同的比賽裡面 繼續成長 這個就是 希望這場球 帶給東方的價值 就是這樣 就是個別球員 會有些成長 另外 講到 就是說 球員方面 比我們更多 今天孫敏謙 不算很sharp 也 都有 有機會上腳 有機會表現一下自己 但是我覺得 如果論sharp 的話 好像也是Anson sharp 一點 然後就 再講下去 就是 東方騎隊去到下半場 大家見到 我不是很明白 馬起衛會 沒得踢 不是很明白為什麼 可能不知道有沒有有傷 之類的 那麼 下半場很明顯 其實 東方想要變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人可以用 見到他們 後備 放 朱衛軍出來 不是針對朱衛軍 但是 在那個moment 其實 他們要 更加一些 能夠 製造到威脅 能夠 幫到局面的球員 但是 顯然 朱衛軍應該 暫時 不屬於這一類的球員 他只是一個很單純的 單純的攻擊球員 那麼 這個moment 其實都要把朱衛軍下來 就證明了 其實都沒有什麼 好選擇 接著 朱康銘 這些放下來 其實 挺後防的 那我 其實根本都沒有什麼好選擇 所以 其實都 沒有牌可以換 對於盧比杜來說 所以 其實東方 在下半場 守得住 就真的是bonus 我想他們的game plan 一開始都是打算捱 從開球捱到尾 捱到百二分鐘 射十二碼 我想他們都是想這樣捱 但是捱到這樣 上下的時候 你是 做不到威脅給對手 其實對手也是 事無忌諾 壓上來進攻 其實 最後 這樣輸 是有點不值 這個球其實有點不值 但是 整體來說 整場 無論是人腳部署 或者是game plan 其實東方 也都 沒有什麼 希望 可以 入到對方的球 這個就是 我們見到的一個事實 就是這樣 那 所以 我為什麼會說 這場球 雖然是失利 但是不算很失望 以現在這個班底來說 我覺得去到這裡 行人止步 其實都算是幾合理的 OK 那麼再說一些球員的表現 今天 胡俊銘 其實我覺得不錯 胡俊銘在這場球 雖然他有些 犯規都 在一些 關鍵位置 犯了規 但是其實 我覺得 其實 在這個比賽裡面 他不斷也有成長 看到的 由港隊的比賽裡面 現在東方的比賽裡面 看到胡俊銘慢慢慢慢 時間越來越多 那就見到 在比賽裡面 都真的會 逐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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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成長 當然他都不是完美的 今天見到還有 巴道姆 其實他都踢得 剛才提過 踢得挺辛苦 因為他是 兼顧了 背身下來 中場拿球 然後 轉身 向前推 向前推 又要找隊友 找不到隊友 又要自己想辦法 其實他已經是 孤立無緩得很厲害 過往的片段裡面 我提過 巴道姆 我暫時還是看他 其實是一個未見底的球員 其實他應該會更加好的 但是 以現在的人據來說 他要做多了事情 其實變相也都分薄了他的體能 所以 他未必兼顧太多 是工作 就是巴道姆 今天的表現 馬高斯和高蘇巴耶夫 我其實覺得 整體來說 他們已經非常OK 尤其是馬高斯 大家應該記得 他 在香港 對上一場 即是 對和服 和了那場 他不是在踢中堅 他也是在前面 踢中場 較前的位置 其實你看到 他整條中軸線 都可以踢完 然後 高蘇巴耶夫 其實 他今場做正選 在賽後看新聞 就說 原來是 去到烏茲比克當地 高蘇巴耶夫 是在做一個 翻譯的角色 所以 其實是 擔任了團隊中間的 一個溝通的橋樑 所以 就成為了 今場的隊長 那 都 整體的表現 真是不錯 其實真的 那個球走漏了 他分了心 很難 很難去怪他 其他球員 都不過不失 王子澳其實 今天都幾好 王子澳踢球會 真的不錯 我之前也有說過 他在球會的比賽裏面 都 交到一些功課出來 都想有個轉數 和賣點 就是 那個頻率很高 那個體能 那個付出很足夠 那麼 在這裏其實 都已經是 我覺得算是這樣 在那個位置上 好了 整體這條片就是這樣 比較簡短一點 就是 我覺得 去指責他們 東方 嘩 怎麼差 但我又覺得不是真的很差 亦都 合乎大家的預期 整件事 你看到我們都 就是我剛才一開始說 就是 不是太失望 但是 唉 但是始終都是輸了 這樣 好了 這條片就是講到這裏 比較簡短一點 因為接下來 都還有很多 很多的比賽 這裏 VDay 做了一條簡短的影片 那 希望大家 叫做 少少 作為一個 零食 我們再來過 好了 這條片來到這裏 記得訂閱頻道 按個讚 分享出去 留言 說一下 你對這場的感覺 按個小鈴鐺 記得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